开始录啊 说一下这个币啊 这个币的话 我之前录过一次 之前的话用的是官方的矿池 但是官方的矿池的话 需要中转 有网友说这个挺麻烦的 还有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他那个钱包的话是二进制的钱包 他说也不好操作 有些人的话操作起来 感觉有点有点难度 现在演示一下 他这上面有那个图形界面的钱包 我们进到他那个官方网站就这个 然后我们就到这里来 你看他这里是这个 这个这个下载下来的话 就是那个二进制的钱包 我们把它往上一点 他这里有有有那个这种钱包 其实他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的话 他是有那个图形界面的 直接下载这个版本的就行了 我这边的话已经下载好了 解压以后 然后就这样的 然后进来 你看他这里有这个图标 然后创建钱包 输入一下钱包名称 输入一件密码 然后点下这个创建 你看他这个就那个创建成功了 这个的话 可以看一下他那个节点 他这个节点的话 还是连上那个官方那边的 这些的话是他那个相关信息 如果你要获取你的钱包地址 就点这个钱包这里 然后点这里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钱包地址了 点一下就复制来了 要发送的话 直接点这个发送 然后输入那个多少的币 然后 然后再再输那个对方的地址 然后点发送就行了 钱包就这样弄的 然后有了这个钱包地址以后的话 就可以开始了 到矿池这边去挖 矿池的话 我看到这个k1这个这个那个 矿池这边的话已经上线了这个币啊 这个币的话 如果说你不想用中转的话 直接直接用中国这里 他这里有有这些 可以可以选这个 他这里已经有了 下面这里的话 是他那个使用的那个教程 就是怎么样用这个挖矿的教程 下面就有了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吧 这个是配置文件 这个是双挖的配置文件 他说第一个币的话是挖这个 挖这个xcl 然后第二个币的挖的是jl 这个是双挖的 但如果说你不想双挖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e这里 这个取消掉 然后 然后把后面这一段取消掉就行了 就这段取消掉就行了 我演示一下 然后我们需要去下的这个 挖矿的那个软件包 然后他这个解压的那个密码就是这个 他这个比较大 我一下子下来了 他这个包含的比较多 下载好了 就是一个这样的文件啊 然后我们把它解压一下 因为我之前解压过一次 所以选一下全部是 然后再输一下 再把这个密码弄上去 解压完成以后的话 比如说我的卡是那个 应伟达的就点这个 这上面有很多个那个配置文件 你随便弄一个 然后编辑 再把这个配置文件 在这 把它全部复制进来 他这个配置文件的话 原来是那个双挖的 我们不需要双挖 然后就直接把他这个原来的这些配置 全部删了 这个然后这个什么 一一全部删了 这个 这后面这个杠欧这一片全部也删了 这里是矿工名 再把我们这个钱包 粘贴进来 在这里 把它粘贴进来 现在这个的话 这个矿池是美国的 我们把它改成CN 为什么要改成CN 你看它这里的话 有点下中国的话 它这个就是前面有点 前面不一样 后面这些全部是一样的 所以把这个改一下就行了 改成CN的 改成CN的话 它的好处就是不需要翻墙 这就可以挖了 我们现在给它保存一下 然后再 运行它 你看现在的话就是在挖了 然后我们的话 最好是把这个 文件的这个标题改一下 改成 下次要用的话 直接运行这个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再去配置了 你看显卡已经跑起来了 它这个单挖的话 它那它也可以跑满 双挖的话 它是应该是分开来的 我们直接用这个单挖也一样的 我们现在主要是为了挖这个 XEL这个币啊 把这个名字进行 他们的侧子 当然